我先找一些跟你相關的東西 我在網絡裡面… 不行, 不怕 我們在網絡裡面 找到一個頂級10男生最討厭女生的行為 你自己最討厭女生做什麼的呢? 我們十大有勢的 約會經常遲到? 最誇張的是一個女生遲多久? 只有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呢… 最嚴重的是七個小時 最嚴重的是七個小時 七個小時? 那不算是子肚? 這個脫底, 照等七個小時 是, 照等的, 是的 為什麼要這樣? 怎麼等? 是其他國家 有時差嗎? 怎麼做? 你怎麼等它?你站在街上等它? 我朋友找了一間餐廳 抱歉… 去吃飯, 然後就等它 我覺得沒所謂的 真的, 你說就行了 我跟你知道他是去工作 我的朋友, 不是我 對不起… 是的, 只是… 可能這是溝通上的一個很大的誤會 對, 大家 第十位 是 瘋狂拍照 很正常, 現在看得很正常 很多個都是這樣 我的電話有十四萬張照片 對, 我真的每個時刻都覺得很重要 你不覺得會… 你瘋狂拍照的時候 譬如你等一等, 我先拍一會 其實會阻礙其他人嗎? 我不會叫人等一等 事情繼續進行 但我自己懷疑的影響是嗎? 第九位 減肥, 只有白痕 我減肥也是一直減肥的 有進行到現在 不是只有白痕 有沒有只有白痕? 沒有… 真的認真的嗎? 我剛出道是這樣的… 很辛苦, 保持減肥 可以 吃少一點 做幕前 是… 鏡頭拉橫了就糟糕了 自己又橫, 鏡頭又橫一點 對,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臉的VV 好, 第八位就是 經常盯緊另一半, 控制狂 Pitcher, 信任問題 女生真的很喜歡看男生的東西 純粹的 純粹 我們簡單一點 純粹控制 比較強 可能她真的沒有… 她的電話, 我也喜歡開來看看 看看, 數一數看看誰的WhatsApp 她只是八卦而已 或者放定位在你的電話上 拿去吧 可以的? 可以的 沒有所謂 對, 說真的, 我覺得給電話看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那個頻率的問題 整個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 怎樣令她有安全感 這可能也是我的責任 你說的答案 我起初問你那個是第七位 好, 第七位 第七位就是沒有時間觀念 都是排第七位而已 是 第六位最討厭的事就是 拍拖的時候 會提前任 或者其他男性 去做比較 我覺得首先比較已經不對 不要說前不前任 大家… 你喜歡我, 這是我 你想我進步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你想為我好 但是如果你拿一些 別人的好處來跟我比 我覺得不是太好 好, 男生可以代入 可能是男生撕掉他 我沒有代入 第五位 吵架就發文聲討 這件事很不應該 網上見 娃脅 兩個人的事做什麼公諸於眾 對嗎 他們就是覺得… 大部分人都不行 就是極少極少眾 對, 我真的覺得… 說話要打爛陣 好, 第四位就是 喝酒比男人更瘋狂 貪玩或者喪飲 可能日… 未必喪飲, 可能酒量錢 他喝兩杯或者… 對… 我們不如再問女生 我們不如再問女生 這個問題不關男女的事 對 反過來, 如果男朋友經常喝醉 其實對自己身體不好 我要照顧你一次兩次不要緊 如果你的頻率太頻密 其實是影響我們的生活 所以這個答案由賴慧玲答 會有公信力 是… 我們也相信 是 她第一天很厲害 她說我們喝一點 喝一點可以聊得到, 盡興一點 她只是喝了兩杯啤酒 真的喝了兩杯啤酒 她喝完之後, 第二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縮罪 她拍兩拍, 說想吐 男人, 我以為是開玩笑 也隔了這麼久, 誰知真的吐 其實我們真的疼她 我們沒有拍她吐 為什麼我們不拍她吐呢? 所以… 賴慧玲, 我建議你以後都是乖乖的 別喝了 沒錯 謝謝賴小姐, 你這麼寶貴的意見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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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是 公主病 其實我覺得適當是一個情趣 少許是沒問題的 是一個瘋狂的情趣 發展到, 你幫我穿鞋子 這樣就交不了了 這是沒有治理能力 我覺得這樣就交不了 生活不能完全治理不了 你幫我穿鞋子 你餵我吃飯 或者他也是瘋狂 幫我穿鞋子 對, 很可愛 不是應該這麼說 也是那個頻率有多少 一次、半次的情趣沒問題 你快七天, 二十四小時 我們穿鞋子 這樣就不行 你自己遇過最厲害的公主病是怎樣 你的朋友有沒有女朋友 對, 這是你說的最有公信力 你朋友有朋友 你又不是朋友 你說的最有公信力 我也相信是 可能很少事就會發脾氣 這個算不算公主病 多小 你掉了支筆 分手吧, 分手 對,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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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你很骯髒, 分手吧 對, 然後真的分手了 不是, 走開了 你又不討論我, 分手吧 又是那些嗎?是不是 瘋了, 為什麼? 這個也是末期 是, 第二位 喜歡亂花錢 所以有些是… 我想是花自己錢, 還是花他錢 你看看, 如果他是… 老公夠不夠送袋子給我朋友 他老公… 你也不送袋子給你的朋友 他老公敢不敢送袋子給你的朋友 我老公不送袋子給我朋友 是… 他老公送袋子給他 是 如果老公也願意付錢 就行了 是 但如果他覺得過分 你就要停, 也要適可而止 你買到一屋也少費包 他老公也可能不滿意 對, 懸打懸崖 對 那這個現象怎麼看呢? 你… 喜歡就行了, 還是不要過分 可能有一、兩個玩玩 或是搭配衣服可以的 我覺得有大小也可以搭配衣服 我覺得這件事只是適量 同時女生都可以不喜歡男生 買很多無謂的東西 在女生眼中的無謂的東西 例如是伏格 例如是伏格 還有伏格 你們有沒有玩? 你很不喜歡玩具 你老公存得… 不是, 你朋友的老公 能存得玩具嗎? 沒有… 你很討厭他 我跟老公存的東西很獨特 他存椅子, 麻煩你 坐椅子也可以坐 你覺得怎樣? 坐來幹什麼? 不是, 同時就是… 我想我不能夠明白你 但是你可以規劃好的 你有地方的 你花的錢不是過分的 那你就做你喜歡的東西 這些都是你自己的 竟然的私人空間 有空, 如果要椅子, 問我吧 問我… 問我嗎? 問我嗎? 其實你每次張椅子嗎? 你老公這麼喜歡你 你會否研究自己照顧 看看那張椅子上去的椅子 看看自己的樣子上去的椅子 有點像 我回去裝椅子, 可能他會愛我多點 我小時候因為買不到玩具 我答應自己長大後 我有能力的話 我要逐件逐件買 我買的玩具全都是小的玩具 我可能接了一個工作 先抽一點去買一塊 因為我入行有一段日子 所以買一買都… 兩間房… 不是, 會多的 兩間屋… 都多的 但是這個是…我太太也知道 所以我太太很贊成 你就買吧, 不要太過分 有什麼東西很深愛 你也要買很多 結他… 結他… 買多少枝 我有十幾支木結他 我今天其實籌取了很久 究竟戴哪支木結他 選了很久 不是唱什麼歌 是哪支我呢 哪支襯衣服 對, 想到今天戶外戴一支細緻 這個就是你的小肺炮 就是等到女性的小肺炮 對 他還可以, 因為他也可以彈一下 稍後把東西放下來 對, 結他很雅雅 但我支持你的 謝謝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沒有後悔 自己喜歡 沒錯 可以的… 椅子那樣 對… 這樣嗎? 那小張椅子… 我也不喜歡, 椅子應該買就買 我告訴你這張椅子… 不要讓他看到, 有驚藥 朋友家裡也有 我經常在家裡看到那些椅子也有 我們第一位 好, 看看第一位有什麼, 這麼堅強 第一位, 第一位 和閨密分享兩個人的私事 閨密比較容易接受, 對吧 比放在網上見面更好 對 我覺得這個反而更好一點 為什麼男人這麼討厭這件事? 因為他什麼都說 你們總之有什麼問題, 他就跟他說 如果有問題, 是否我們兩個解決 而不是你跟他說 這可能就是… 有時候男生和女生不同的地方 譬如男生會不會跟兄弟、兄弟 說你的感情事? 我也想知道男生很好笑, 對吧 很好笑 但是女生, 我想經常會跟自己的閨密 說自己的… 除了感情事, 可能什麼都會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性 還是比較喜歡分享 就是比較喜歡分享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情緒出口 假設她跟男朋友吵架了 想發 沒理由再跟男生說 是不是?或者怎麼樣 她可能要找一個自己 或者她的閨密去掃說 就是女生比較喜歡掃說 去情緒出口 或者是想找一個方法解決 今天很感謝Mike 是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謝謝大家 我們了解了多一點 對, 你的愛情觀 是 不是, 她的朋友 我的朋友 她的朋友 我的朋友 完全沒有了解我 我下次再來, 再了解你 我們很了解你的朋友 是… 下次再來就可以了解我了 謝謝Mike, 非常感謝… 對, 安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